10月11日9时,随着首趟始发列车G9298次从宁国南站驶出,标志着宣记高铁正式开通运营,同时长三角高铁营业里程突破7600公里。 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我们争取早日实现邻国与浙江宁安方向的铁路互联互通,我们期待宣记高铁的开通运营,能够为各方宾客来邻国旅游度假,投资新业,提供便利,能够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据了解,宣记高速铁路是中国安徽省境内一条连接宣城市与宣城市济西县的高速铁路,地处宛南山区苏宛干快速铁路通道,宛江地区城际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线全长115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其中宁国南站为兴建车站。 为设计主题,在建筑整体风格上提炼邻国自然山水特色,以简洁的体块立面和动感十足的线条为主要元素,形成山式绵延,水光淋漓的视觉冲击效果,表达出开放、现代、精致的城市细致。 后车市内大量采用邻国牵连龙窑的设计元素,用红砖青瓦的配色传达出自有语者、不受试者的质朴感。 我们的站房内立柱、栏杆以及出站口通道的各个地方都融入了奢足的图案语言,既彰显了当地民族特色文化,又营造了舒适宜人的后车环境。 宣济高铁开通运营后,从宣城至济西北站间最快39分钟可达,将进一步完善区域铁路网布局,便利沿线民众出行,为沿线文旅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这是让我们邻国人民,这个38万人民这个高铁梦,这个高铁的开通呢,使我们邻国入外界的联系,更加的方便快捷。 所以我今天乘坐这档高铁来,作为一个邻国普通的市民,心情非常非常的激动。 以前到合肥的话,从宣城到合肥也要一个多小时,但是从邻国到宣城还要坐那种出租车也要一个小时,加起来大概要三个小时左右。 现在呢? 现在就一个半小时就到了,就会很方便。 然后这趟高铁开通了之后,像南京啊、上海啊都去的话都会比较方便。 据介绍,宣城至济西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较目前经晚干铁路运行的朴素旅客列车压缩1小时46分钟。 南京南站经宣济高铁至济西北、黄山北、南昌东站分别最快1小时48分钟、1小时53分钟、4小时4分钟可达。 动车组列车最快运行时间较目前经宁安高铁、京港高铁、池黄高铁、航昌高铁等线路,分别压缩57分钟、42分钟、47分钟。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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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